金山区的丁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每年到了端午家街前 都会号召志工妈妈们包肉粽 关怀社区中的独居长辈 今天一早7点多社区据点中 就可以见到社区的志工们 将备好的肉粽油饭 馅料放粮 准备包爱心粽 特别的是今天还有许多的新住民们 也一起来学包粽 共享盛举 这是你第一次包粽子吗 对是 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啊 包成功第一颗感觉 对就超开心的 因为 有点 因为我没有包过 对啊 再跟阿姨讨就好 第一次包粽子感觉怎么样 不错 会不会很难 不会 不会 也很好啊 有这样的活动也是帮助我们新住民 第一次学包粽子的新住民妈妈们 跟着社区妈妈的手势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学习 对此新住民妈妈也表示 来台湾二十多年第一次学包粽子 但学会了之后 看见成果感到很有成就感 而这样子的活动也能帮助到新住民朋友 快速的融入在地文化 我们每年啊 我们每年啊在端午的前夕啊 对邀请志工以及我们社区的妈妈和新住民朋友一起来这边 庆端午包粽子送关怀 就是包一些粽子啊 我们送给我们一些社区的老人 以及独居老人 分享我们的温暖 非常感谢我们金八里社区的许理事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志工们都会对我们这些长辈非常的关心 那我们今天在端午节前夕的时候 我们金八里社区特别召集这些志工来绑这些爱心种子 送到我们社区内的一些独居长者 尤其新住民的一些配偶来到我们异地 然后我们一样非常的关心他们 也祝他们能够端午节加节愉快 金山区长也一同到场来参与包粽发送爱心的活动 总共有五百多颗的粽子要赶在中午之前 把这些爱心粽包完发送到独居长辈的手中 希望借由全社区总动员的爱心力量 将端午加节的氛围传递 陪伴独老们度过一个温暖的传统节日 记者刘品行金山采访报道